讲到年轻人 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 台湾放牛班小子 马祥元的成功故事 马祥元做的工作 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 黑手 他靠着日记之场 取得了世界板金大赛双料冠军 也成为奥迪等大厂 指定气修培训师 但是这样的光环 在台湾还是难以施展 2008年 他带着5000块钱台币 到大陆找机会 那么刚好赶上了 这条经济飞跃的曲线 开豪车的人 越来越多 那么现在的他 在北京当老板 专门为千万跑车 和名车服务 名车广告 讲究舒适安全 很多人可能没想到 幕后把关高手 其实很抬 那时候你在焊这个的时候 一般我们是会建议往内推 就往你身体这边这样拉 会比较稳定一点 那你为什么能焊那么好 老师教我 老师教的好了 自信幽默 七次示范焊接技术 他是马祥元 从小就当黑手学修车 每次那个手一伸出来 看到的时候就特别害怕 因为指甲缝里面全都是黑的 你要教女朋友 你都会害怕 他从苗栗玉名工家毕业 从事放牛般的叛逆孩子 却对修车很执着 在特训的车旁 打了半年地铺 钻研板金技术 连家都不回 因为你发觉你练习的时间不够 就是你会发觉 你可能就只差了一分钟 或差了几秒钟 你就可以突破一个关卡 累到就是站着就可以睡着 感谢了一年 二十岁的马祥元 在南韩荣获国际竞赛 汽车板金组双吊金牌 成为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人 确实很重要一面金牌 因为这个金牌改变了我一生 就是说从我以前 我有时候就像人家讲的 年轻的时候 你会有迷茫的时候 我也会有迷茫的时候 然后因为了这片金牌 让我踏上不一样的一个人生道路 金牌过后 马祥元面临当老师 或进车场的狭隘选择 于是他决定到世界最大的 汽车市场找机会 因为当时我们只带了5000块台币来 就换了大概叫差不多 1000块钱人民币吧 两个月薪水没给我们 在这里确实一开始进来很辛苦 你会受到一系列的打印 大陆市场大 挑战也大 车场的证照制度实施的很彻底 需要出色的汽车技师培训师 马祥元的客户便及奥迪 林肯 保时捷等各大名车 不能丢脸 而且我们不能丢台湾的脸 人才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资本 因为我们的团队强大是我们的人 我们在帮人家那个整骨嘛 对 那个你身体歪掉了 我帮你敲几了 小时候的时候那帮忙学什么 这一星 这一星 对吧 对 当不了真正 当不了一人 一车也可以 马祥元2012年跟学弟们勇敢创业 带着30万台币的资金 第一年营收就超过千万台币 今天你既然选了这个行业 或做了这个事情 那就请你把它做到一个机制 因为你学了一技之长之后 其实以后就是说说白了就是说 不管是书读得好或书读得不好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退路 跟马祥元一起来的阿莱也是高手 拿下2005年台湾汽车板金全国冠军 高级毕业考了11张证照 不过刚到大陆时却没被放在眼里 你看这是我助理做的 这是台湾来的冠军 然后现在在这边扫地打杂 就当着面说这个话 我被人家看不起 但是我很努力 你看不起我我也看不起 你这个钱我可以不要 没钱没肯定 家庭重担更让他难以喘息 工作快三个月的时候 我妈妈打电话来说癌症 然后家里没有钱 然后我又拿不到薪水 对 然后我又坚持不回去 索性真功夫经得起考验 上课不到半年 宝马做全球经销商调查 票选最优秀培训师 阿莱竟然当选了 我才知道我们老师走之前 跟我说一句话 你不知道你的价值在哪里 你要成功 要能耐得住寂寞 你要享受舒适生活的代价 要刻苦耐劳 这对哥良好带着一技之长闯天下 登陆发展不只是高学历的专利